但是很差 是不是全世界最差 我不敢說 當然有很多地方差 我不敢說 但是比起以前差了很多 這個是事實 我現在美聯儲再次加息 16個月以來加了11次 這次加了1.4億 現在看回美國的利息去到22年的高 5.5億 現在看到香港這邊做了一些應對的措施 金管國和銀行方面 不過銀行都加利息 加得都算很高的 博士 見到衛鋒、中銀、恆森都去到5.875億 渣打都去到6.125億 高過美聯儲的利息 博士應對都很神速 你不是這樣算的 那個是PE來的 聯儲局的息口是對應資金成本 即是你現在聯儲局是5厘多的 差不多5厘二半 5厘半的息口是對應一些隔夜的資金成本 隔夜的資金成本是銀行拿錢回來的成本 如果他借錢出去的話 他沒有可能拿錢回來 如果他借錢出去的話 他借錢出去的話 那就倒輸了 他通常銀行息差都是2厘多的 所以其實按照計算 它應該塌高2厘多 扔出去這樣就算 這樣就合適了 以前來說3厘多的息差 如果你回來的資金成本 說5厘多的那一塊 其實你按照計算的PE 應該有700厘多的 現在你看美國的Primerate 其實是8厘半的 所以其實他們那個PE 現在大P小P 是折押6厘的那一塊 其實是低的 哦 你說真的 美聯儲加息 香港銀行界都叫苦連天 港元拆息利路又歸高不下 現在最新去到5.25 都藏了16年的深高 現在你看到香港銀行的資金成本 那個壓力都大的 說真的 現在美聯儲都沒有說不加息 說9月份都會再加 今年都沒有說不加息 那香港銀行界這邊是不是都說真的 點不點得順 其實就那個問題不是在銀行那裡的 因為銀行就賺息差而已 左手來右手去 那現在銀行最大的問題就是貸款去不了 因為你加息加到這樣的水平 普遍企業基本上不會有錢賺的 以這個息口借回來 就是你不要說美國那個P8多 即使你香港那個P6多 你6多多借錢回來 其實現在很難有一個 就是像樣的回報拿到回來 因為你一般企業運作都有成本的嘛 那如果你運作有成本 你如果6多多回來 就是 我不知道啊 你燈油火 激烤 那你加上一些成本 你可能要做個生意要8至10厘才有這個錢賺的 那你現在一般企業怎麼做到8至10厘生意的 就是我看不到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大部分企業現在都是動在那裡 你現在很簡單 你測試一下 譬如美股啊 港股那個指數 那個優勢 那個資息率 那個回報率 其實都是三四厘那頭而已嘛 比進 其實這個就是一般企業的回報率 那你企業那個名義的回報率 說的是中低單位的數 那你實際上 翻錢回來的 那個跟銀行借錢的成本 是中高單位的數 那你就看到輸眼了 所以一般企業不借 那你不借銀行的那些貸款就沒有出路了嘛 那銀行貸款沒有出路的時候 那它 即銀行就是賺息差 要有存有貸 它才有錢賺 如果不是做什麼呢 所以現在銀行的問題不是息高 而是沒有生意 即息高是企業的問題 不是銀行的問題 你對銀行來說其實是沒有所謂的 如果那個貸款需求在這裏 那就說知道你連儲屋加到5厘 如果在外面那條街做生意 賺了10厘20厘的 那它一量貸款就能出去的 對銀行來說也沒有所謂的 但問題就是高息其實是壓抑普遍企業的貸款 是在那裏拿出來的 之前也說過香港銀行會不會像大陸那個字眼叫爆雷爆煲 那不會 不同的 大陸那些銀行爆煲是因為共產黨夾它去讓利去救那個地產 現在大陸的地產是很嚴重的 很多地產商爆煲 根本你借給地產就跟倒南水海一樣 沒有一去沒有回頭 那現在香港就不是這樣 香港的地產還可以的 我不是說樓價可以 但是那個地產商 你現在看到地產商是包租工來的 每一間都賣樓 每一間都正常的 那它還在那的時候 就是引起銀行借給它 不會這樣死 香港現在暫時還沒有 有一些行業 好像大陸的地產那樣是無底深潭的黑洞 所以現在銀行來講的資產質素 香港就好很多的 但是不同的地方就是大陸的銀行就不適合加息那個影響 因為美國加息不影響大陸 大陸一直叫減息 但是香港的銀行就一直加息在那裡上來 所以香港銀行面對的風險就不是大陸那隻 大陸那些就是資產質素轉壞 分分鐘就是整個資產負債表資產那邊倒下了 但是香港就現在不是這個問題 而是一路的息口上升 息口上升的時候就是沒有生意 就是它是沒有生意而已 它不是資產質素變壞 所以其實是不同的 那你大陸那些是資產質素變壞 可以是令銀行倒閉 是這樣的風險 但是香港那些沒有生意的風險 當然沒有生意 你長久沒有生意的銀行都會倒閉 但是短線來講 如果它捱到的 它是全貸那裡 就是貸款那裡賺不了 銀行就有其他業務 甩銀行的東西 炒房等等等等 那些鬧了鬧了鬧了 那些其實還是有些生意的 不過竄款那裡就死了火空解 所以銀行也有一缺沒生意 就沒至於說要倒閉 所以風險層次不同的 不過現在本來我也說還沒看到有不知不知道 露出香港 虽然我看到有些人将港币换了美金 但也在香港先存着 他这次没有说谎 是没有明显资金流出 因为如果你有明显资金流出 港股扔下去 那你这段时间港股不是扔的 港股夹上去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有资金流出 港币应该弱的 那你见到现在不是弱的 它不是一百半的 反而是一百半走回到八零那头的 那如果你的电不是弱方便 八半走回到八零 这个不符合资金流走的现象 反而我估计的原因就是 这段时间炒美国 可能加息周期差不多到尾了 甚至炒美国会很夹 炒白威尔 有些套美金 港币息差的那些就开始拆仓 而且你前段时间那些银行打了 开口牌说加息 那你不知道加多少 那怕香港那些银行加息 怕拆仓的资金成本追速追得快 那你何况有些银行要文铁现象拿钱 那怕香港追回美金息的情况出现 那美港息差收窄 那你之前做那些 买美金沽港币那些套息盘呢 就分钟乱惹的 因为你不是套很多而已 现在你美港的息差 讲最阔的时候就是两厘 如果你扣除银行加 因为你做个美电套息盘 不是你赚光的嘛 银行都吃你的嘛 那银行中间吃你的时候 你何况你的位置未必摸得很漂亮 那中间可能是一厘左右的利润 那这个是无风险一厘利润 但是那个无风险不是真的没有风险的 如果你的美电由七八半一刷就拆回来 七八零 像现在这样 这段时间 其实你annualize它 你承回它 那颗息盒也未必摸得到 有时候你做的那些套息盘不是套很远的 可能套一周 套两周 或者一个月 那你一周 两周 一个月呢 你年化了就有一厘 但是你譬如一周 你除了52 除了52 其实你那条数很小的 就是你套这个息盒不是赚太多 那如果那个电由八半扔到八零 你会倒输的 那变成有些就在这个电在八半那头 就已经是take profit了 那获利的时候 那一获利大家沽美金拿港元 你变成美电套回去 一套下去的时候 那因为有些人套息盒获利嘛 那些客人要拿港元 有些银行呢 突然间花时间给不到那些港元 就变成了 哈欧金管导天面窗问他拿 那你见到譬如 几十亿 那现在他最近说拿31亿 就是这几十亿的那个 level 就不是银行有问题的 是那些客人突然间说要拿 那突然要拿的时候 比如你如果跟一个亿 那银行就突然很难拿到 拿这么多亿港元 给你 他不够钱 他可能可以在市场出售的 但是在市场出售 就是说银行同业拆 拆息了 拆借的市场 拆回来 是理论上可以 但是实际上 如果间间银行 大家那些 坐美金对港元 都拆仓的时候 就间间银行的客人都问银行拿 那变成你走一个同业市场 拆都未必拆到钱回来的 那他就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跟金刚刚拆了钱了 所以你又不要听外面有些谋理说 很多钱走 接着港元质变值 实际上不是这回事 那金盘局会不会出售打架呢 这个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银行 就是现在我刚才说的就是 你间间银行可能都有一些客人 是凭那个美电套息盘 你平盘要拿港元走了 那你拿港元突然间 间间银行短港元不够钱的时候 就跟金管局拿 那金管局那些价钱你拿高些是吗 不是 你如果客人他要获利 他要拿港元的时候 你要给他 你给不到的话 那你这个银行就是导致 就是那些钱是客人的 不是银行的 就是客人他想转美元转港元 你没理由说不给他 他没有的 你以为是大陆吗 那你要的时候他有 他有就给你没有 就在这个市场上就立刻骂给你 市场骂他他骂不过 譬如有时候 你大家短港元的时候 你走去市场骂的话 分钟很贵的 那你分钟贵 贵到可能和discount window差不多 或者贵都没有人理你 不是说你 你从银行市场刷 那别人一定给你 那别人不给你的时候 那你没有 那他就跟M&A拿 下一个问题 问一问 香港还是否国际输楼呢 博士 看到政府统计处发表的 就是对外的贸易数字 显示出口入口都跌得很厉害 差不多年跌了14个月 五月份六月份都跌 那见到六月份落 都是扰言的贸易 月差五百多亿 香港上半年 五百亿都跌的 你这样问 就是你又不可以借这个问题 就说香港不是国际输楼 就是论据不是这样推的 你现在进出口跌 不只是香港跌 新加坡也是这样跌 你查一下 新加坡也是这样跌的 全个亚洲都是这样跌的 那大家都这样跌 其实这个是反映欧美的需求其弱 人家买少了你整个亚洲的东西 那你自然进出口就弱了 如果你看香港还是国际输楼 你应该看就是那个进出口的composition 就是那个分布 比如那些进出口 现在去美国很少了 去欧洲很少了 那全部都只是去东南亚的附近 那一两个的 还有九成大陆做的 那你就说可以说香港就不国际了 就是已经变了一个local城市 暂时是没有的 如果你看 比如说香港出口去美国都还出多少 就是转口来的 那你比如大陆出口 大陆出去出口美国都很多的 那如果你用贸易的角度来说 现在那个国际程度还是高的 这个你没得拗的 就是现在因为你一拆开就知道了 出多少去美国 出多少去欧洲 出多少去东南亚 都算大陆 那当然就没有当年那样 那样多出去欧美 其实是少了很多的这个事实 那所以你如果分个国际层面 你有很多的大约有很多aspect的 譬如说贸易一个位置 金融一个位置 或者其他的 你可以展览一个位置 那你可以开很多个位置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是不是各个位置都是国际 那贸易那里 还有些国际程度的 这个你又不可以争 那如果是金融来说 你吸钱是少了 那这个真的越来越差 这个是事实 嗯 我想对钱的问题 那你说美联储加息 什么时候才会选 有些什么条件 他不得不选呢 第二香港这个 你衰到迷身 譬如说 就是很明显 有企业 尤其是大企业 炒人 那你一装完的时候 那个失业会就夹上去 就是小 现在你说矶谷那些 那些通常的startup是小的 一家科技公司 可能三几个人 就算你很多家炒人 都不是炒很多 三几个人 你最多炒一个 炒两个 那就是有限数 还有那些炒出来 很快就找到工作 那些不是那么容易失业的 始终吃香的行业 但是如果你说 去到传统那些 大的消费类 等等 服务类的行业 那些都会动人 那些又不是那么容易 你动出来就找到了 如果这些轻费东西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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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东西 都会去 简单的说 比如银行界 有些银行可能听不懂 比较大规模地去移 那你的失业率 一定会移 那失业率 那失业率 就会移动 他就有压力去减息 你说不减 市场也逼你了 陳智思都說香港的國際身語跌到谷底 那現在報士你怎麼看呢? 他就說有人對香港有誤解 外國人 說香港不安全 沒有言論自由 空間沒有表達自由 不願意來香港 沒有誤解 香港真是不安全的 真是沒有言論空間 真的沒有自由 這個是事實 他的形象都真的跌得很 是不是谷底 我不知道 可能還沒見底 但是很差 是不是全世界最差 我不敢說 當然有很多地方差 但是比起以前也差了很多 這個是事實 那現在說回大陸一點的 經濟方面的事情 中國的國有大行在離岸和在岸 人民幣外匯市場上面拋美元買人仔 就想推升人民幣的匯價 那看回人民幣離岸在岸 其實都已經是跌了19天之後 真是深了 現在去到7.15左右 上上下下下 我覺得沒事的 你在匯市來說 其實幾百點移動是閒事 那你有一些貨幣一天都移動了 那你人民幣 那你七一幾去七一幾 那是什麼 就是很小 我不認為這些是有什麼好解釋 純粹市場那些賣賣賣賣賣 你說銀行操作也好 不操作也好 其實都有些動動的 這些很正常的 你不動就反而不正常了 那人民幣其實顯示到中共政府 其實它都緊張的 如果跌到7.3 7.3幾指號的話 那你不是真的說很多壓力推它跌的 就是俄羅斯拿著一大堆人仔過來沽 你最多是這些的 那這些它媽媽底擺平 就是兩個元首會聊天話 我不認為這個真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我又不覺得俄羅斯或者普京 狂居到真是偷偷地拿一大堆人仔來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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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理美主 善理 我不認為它會做這些事情 它兩個國家一夥 它兩幫人一夥 所以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算你跌它 貶值它 一如直線貶 可能它自己做出來 就是這些假象 接著那些大行又說很多人沽 不是很多人沽 你貶值當然是有人沽 但是沽不到 你大陸那些人怎麼沽人民幣 沒有人接盤 銀行不接你的盤 你說沽人民幣 你要拿什麼?拿美金 銀行不給你美金 拿到美金就拿不出來 所以沒有這回事 整套戲你貶值 那些升值貶值 很多自編自造自演的東西自己做出來 其實中共政治局就召開了會議 有一大堆的經濟好學出來 走兩天 什麼擴大累積 增加歸民收入 什麼經濟 什麼提振汽車電子產品 家居等大宗消費 這些真的很多的 最重要的是我要穩住外資 一千幾百條件 我想數到 一千幾百條件 我想數到 那沒有用的 人家一邊打嘴炮 這樣說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錢的 不過他們說了一個穩住外資基本盤 增加國際什麼行班 都是這些 最新的信 不來的 不來的 怎麼穩住 如果你說明進出不了 人家就不來的 不過李強說的 外企和中國發展相互神 就要講一下外資 是中國發展的故事 現在不是說香港故事 要說一下外企在中國發展的故事 其實他自己也都承認了國內的類衰不足 企業經營困難 總之亂要封獻 封獻 什麼隱患很多 不過他都要講的 他好像自己也都承認了類衰 內房 外貿都全部難看 五公十四億人 所有人都知道 你現在還生安白做 強硬說一邊美好的 說話都不要太離地 你大陸那裡的資訊封鎖 人家在外面看見你裡面怎樣的 雖然你裡面未必看到外面 你怎麼看大陸的港 要講的自由貿易港 打造自由貿易港 現在海浪都被他打造成這樣的港 我查一下 這些東西都講了很久的 那些前海 什麼海不海 很多個 知不知道有多少個 有21個什麼自由貿易港 大陸想打造 現在李強要講的 以前都打造過很多個 那怎麼辦呢 那你現在整個下周都沒有什麼出口 出口縮水 就是沒有用 你有這塊東西 那你就內循環 你自己和自己搞貿易 就算東南亞都貿易都差了 各個國家都差了 這些浪費時間 我們下周都沒有用 那邊 有些人 有些人 你有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